项目编号,SCP-005万能钥匙 项目等级,Safe 特殊收容措施 从直观来看,SCP-005不具直接危险性 即便如此,它独特的功能也要求采取特殊措施限制接触及操作对象的权限 从收容区转移对象至少需要EE-04级人员的许可 描述,从外观上看,SCP-005是一把装饰华丽的钥匙 表现出20世纪20年代大规模生产的钥匙的典型特征 SCP-005被发现时,一名平民正用它潜入移动首位森严的设施 SCP-005表现出可较轻易地打开任何形式的锁 剑附录A的特殊能力,无论所谓机械式或数字式,该能力的来源目前尚未确定 追加记录 在至少EE-04级人员的监督之下 SCP-005可用作丢失的安全通行证的替代体 SCP-005不得用于自动贩卖机的修理 开启既物柜或充当私人宅邸的备用钥匙 把对象移出收容区将面临就地处决的处罚 副附录A,虽然SCP-005可有效解除几乎所有形式的拴锁装置 进一步的实验表明 掩饰所的功用与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令SCP-005无法发挥其能力 在大约50%的视力中 志愿者无法认出拴锁装置 SCP-005也无法成功解除装置 基于上述实验结果 SCP-005暂时被归类为有感知力的 正在开展进一步的实验以测定其认知能力 但实验结果未显示其会无法识别某一种拴锁装置 除非上述装置已在很大程度上经过隐藏与伪装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SCP-005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拜拜